中华电信5G无速生活节 今年将在台中和高雄两地举行 为了带给中南部民众和亲子家庭 更优质的无速行动服务 中华电信特别规划了 企业志工永续行动培训课程 111年7月29日来到了台中市举办 中华电信公司财务长陈宇申 以及台中营运处总经理赖昭福 云林营运处副总经理赖木祥 总公司永续发展科 林维娟科长等多位主管 都到场为参与志工培训的同仁加油打气 这场是在台中 那我们也会在南部办 那我们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 那也会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进山进摊 那是大家集合我们中华电信两万名员工 加上子公司的话一共有三万名 我们是希望对台湾可以做出一些改变 就是把这块土地的美好 可以这个永续 然后传承给下一代 近两百位同仁报名参加中华电信5G无数企业志工培训 另外包括红华国际 神老国际 中华黄业等子公司同仁也热烈响应 好 起码向前 起码向后 起码向前 起码向后 除了有无数处和无数之友带动全员跳健康操之外 培训课程的开幕典礼 也以别开生命的回收杂志 折成的纸飞机 由财务长带领全体企业志工 将纸飞机飞出去 象征5G无数飞向未来 一 二 三 请起码 我们十年计划飞向未来 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中华电信运用5G网路传播速度 和数万名员工分享传递的能量 传播环保教育 让生活更有创意 共创无数美好生活 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一定要把美好的土地 留给下一代 让永续可以传承 那这个是我们中华电信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精神 那很高兴今天有 超过一百多位的 这个集团的同仁一起参加 这个非常好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只有一个 对不对 我们一定大家要关心地球 爱护地球 所以我们要共同努力 来维护这个环境 那今天我非常感动 我们这么多的热情的伙伴 大家一起来关心 为中华电信的企业形象 我们来做一些付出跟努力 今天我看到 维监科长主办单位 安排的内容 相当的精彩 那我相信我们各位伙伴 在今天有主办单位的课程里面 可以学习到相当的多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未体现无数生活无所不在 中华电信公司永续发展科 科长林维涓 特别向在座的志工同仁 讲解企业志工培训课程的意义 我们是基于一份 想要把我们的大爱分享 给所有身边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做的 但希望大家今天课程回去之后 把今天的感想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同事 因为今天从台北到高雄都有同仁来 所以要请大家变成我们的 企业志工的宗旨 随国在一整天的培训课程中 安排了三个行动项目 包括第一项有讲侦达 寓教娱乐的活动 请问ESG当中的一代表的是什么 请作答 包装强奏来来来来 我们来看一下来来来 请问ESG当中的一代表的是什么 环境 环境environment 那我们恭喜他正确答案 透过18个组别 抢答有关ESG永续发展的议题 答对的队伍可以获得精致的野餐盒 而第二个培训项目 则是在营区导览人员的解说下 实际观察自然生态 探索的活动 从大自然中 能够了解无数共存的重要性 光蜡树呢 它会有特别的汁液 叫做西白油 就是非常多的独角线 或者是敲行虫 它们都特别喜欢这个汁液 所以它们就会都会在这边聚集 大大的甲虫 正是繁殖下一代的季节 依附在光蜡树上的景象 马上吸引中华电信企业志工的留意 另外还有自然环境与人类共存的走毒 也发人省思的提升大家的环境教育素养 午餐时间一到多半没有野餐经验的中华电信同仁 却能够因为资通讯的应用敏捷度 从网路上爬文 把野餐的情境和张罗食材的布置 打点的十分出色 第三项培训课程则是八八再塑 共创无数美好生活创意DIY活动 由工作人员发放物资工具及相关题目 由小组成员共同创作 齐心协力发挥美好无数生活的想象力 最后是每一个小组都上台演绎 解说构图的目的和方向 彼此之间吸收知识和无限的创意 拼图拼图默契默契 海龟变身海龟合体 我们是海龟族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是要做无数的生活的宣导 我们要拯救海龟 我们第一节塑胶 由中华电信永续发展科所推动执行的 企业志工培训 获得公司全体上下同仁的支持 首厂志工登场的活动 会在8月13日 与台中火车站前广场举办的 无数生活节中实践 让台中厂的企业志工 永续行动培训活动 不只划下修指幅 而是中华电信 下一场5G行动的开端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 再次进行转发展科技能 和最后的性格 未经许可抵达 未经许可抵达